天气方面 第20号台风闪电 它目前还是轻度台风 位置就在俄罗比东南东方的海面上 思想只与它的绿测路径来看 最快在礼拜四清晨到上午 可能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 而礼拜五离台湾最接近 到时候台湾南边海域的阵风 还可能达到9级到11滴 而闪电台风的外围环流 也会对花林跟台东地区 带来大雨或局部好雨 而到了礼拜六 台风慢慢远离 但是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 今年第20号台风闪电 将从周四开始加速往西前进 究竟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威胁 预计可能在明天 就是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各地的风力会慢慢的增强起来 预计都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尤其是在巴士海峡 甚至会有9到11级左右的强阵风 气象局预估它的走向 最快可能在周四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周五则是闪电台风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到了周六闪电台风就会逐渐远离台湾 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花莲台东和恒春半岛 都可能迎来大雨或局部好雨 北部和高平地区也有短暂震雨的机会 尽管周六台风远离 但晚间开始到周日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北部和东半部地区得留意局部大雨的发生 礼拜五它最接近台湾的这个时候 台湾附近的东北季风 其实是比较弱的 那比较弱的情况底下的话 就不太会有所谓的南北交汇的 这个公办现象发生的现象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 和东北季风增强影响 未来这几天 北台湾和东部地区天气相对不稳定 海上作业的朋友也得留意强阵风 确保安全 本记者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地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